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主流媒体说比特币跌了超过20% 三天内跌了超过20%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熊市 然后我待会会跟大家说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熊市 而且这主流媒体 大概率是非常错误的 当然他们也有可能是对的 因为进不进入熊市 未来没有任何人能预测 只是我给大家看历史上 为什么会证明CNN应该大概率是错的 错误的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的话 请大家记得花点时间去下面点个赞 评论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也欢迎加我的社交媒体软件 微信啊LINE啊什么的 然后我的社交媒体也在下面的评论 不是评论 下面视频详情里面 然后评论区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有很多会冒充我的 放了一个假的我的头像 然后就叫你加他 然后他可能是一个骗子 叫你去做什么东西 或叫你转钱给他等等的 所以评论区 如果有人叫你加他的话 除非你确认是我 请不要乱加 然后如果你们是B站的观众 我知道B站现在订阅量也超过1000了嘛 所以 B站不让我放微信的信息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加我微信 我就不许在B站里 我就是Mike Crypto Life 这是我的微信 你们就加我就好了 好 这样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好 那我们就不再多说太多 我们直接进入那个价钱的一个 我对价钱的一个看法 然后首先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你如果对投资没有什么概念 你也不太懂你投资的什么 因为我发现很多投资的确实是新手 完全都不懂他们投资的什么 然后比特币大概是什么 也不知道 或者比特币的机制到底怎么样 都不知道 只是我希望大家不要那个 投资 不要看到价钱涨 然后就太疯狂 然后随便听哪一个YouTuber 或者谁说比特币要到几十万 然后就把全部的家产都抵押贷款出去 然后全部喷到比特币里面 不是这样做的 然后我的频道里面 你们点我YouTube 点我的下面的头像 然后频道里面这里有一个关于 我这里有一个教学的视频 叫做现在该不该买比特币 然后教大家怎么样去思考风险控制 因为每个人的资金情况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 应该要自己有自己的策略 就像我说亿万富翁的策略 跟一个比如说还在打工的一个学生的策略 肯定是不一样的 怎么入场 什么时候入场 入场的方式都不一样 然后通过这个视频 应该会跟大家教大家一下 如果还没看的强烈推荐 抽时间去看一下 好那我们就讲价钱 我认为啊 我认为价钱 可能有人说这边形成一个head and shoulder head and shoulder就是 head and shoulder我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head 一个shoulder 左边的shoulder 然后一个头 然后再一个shoulder 然后这里跌破的话 target就是从头到neckline 就是neckline 脖子 就是头到脖子的距离 下来这边就是一个price target 然后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表示什么 就是一个trend reversal 就是一个趋势逆转的一个结构的形成 然后这我们 这个都是价钱波动嘛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它看成一个故事呢 就是说 冲上去的时候大家很乐观 很乐观很乐观 然后到这边 大家觉得差不多顶了 大家觉得这边到顶 就卖卖卖卖卖卖 卖下来以后 只是还是有很多资金在旁边盯着这个盘 然后说想要 跌了我们就买进去 然后跌到这里 大家就formo进来了 就等不了更低点 所以这边就形成一个neckline 大家就进来 然后又把价钱推得更高 推得更高以后 大家又同 很多人又觉得 这差不多是顶了 然后又开始卖 然后又跌到这里 大家就说 又遇到之前的这个底了 我觉得这个价钱可以 然后又炒进去 然后上去以后 然后动力不够 到不了这么高了 就是大家提早离开了 因为大家不看好 就是觉得不会再上去 才会在这边卖掉 然后这卖掉就跌下来 然后又跌回neckline 然后这个neckline如果跌破的话 它会 我们会看到一个 如果市场的一个结构 会看到这边穿破 这个neckline 跌下来 然后跌下来以后 它会回来 再测试一下这个neckline 因为这边是以前 大家看好的地方 只是现在这边会转变成 就是support resistance flip 也就是说 这边原本是支撑 然后跌破了 这边就会变阻力了 所以这边上来 我们就就继续跌下去 就上来这边大家解套了 因为这边买入的 或者这附近买入 大家想 或者在上面买入 可能说 那我炒回来 我只支个损好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然后就卖 然后这边就变成一个阻力位 然后就会改变一个这个trend 然后当然我说这么多 其实这不是一个head and shoulder 为什么 因为head and shoulder的volume profile volume profile就是交易量 必须是逐渐下降 而不是逐渐上升的 我们这边的交易量是 由这个结构形成 我们的交易量逐渐上升 所以这不是一个head and shoulder的结构 虽然看起来像 你看 我们看到这里的交易量 它是逐渐下降的 然后这是今天 我对价钱的一个看法 只是呢 虽然这不是一个head and shoulder 只是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下跌的 我自己我还没入场 但这是我个人 因为我只是拿来闲钱 想办法去做一个杠杆而已 我已经早就入场了 我现货都已经在去年 大概4月5月 我都已经全部都入场 在比特币1万以下都全部入场 所以我现货我就没有 我没有很担心很必要入场 只是我自己个人 在看的几个目标的话 就是几个price target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一个小时的线 我们可以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本来pivot都是支撑嘛 在牛市的趋势的时候 就是我们新的pivot出来 支撑上去 新的一个礼拜 pivot出来 然后跌破 又上来 又变成支撑 又上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虽然不是head and shoulder 只是动力其实有越来越小了 就是每次上去都低一点 上去都低一点 上不去了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中短期的一个逆转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跌破这个pivot 新的pivot出来 我们跌破了 然后上来 这个pivot形成了一个阻力了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的走势 我画出来这可能会很乱 我看 哇 这 然后你们就迁就我一下 我这个 我这个没有整理的很整齐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走势会这样子 我们下来 这里跌一点 这里 你一个阻力 或者一个支撑 戳越多次 就越弱 就会比较容易跌破 所以可能会在这边震荡 然后跌破 然后下一个礼拜的pivot 可能就会到这里 然后又可能会再上来 再测试一次 然后可以看 有可能就突破就上去了 只是也有可能另外就会 这样如果市场还没准备好的话 可能就会再下来 然后可能也会跌到 新的级别的S1 然后又再下来 然后再下来 然后我自己在看的几个目标 是大概25,000左右 和200,000左右 因为在牛市的过程 我们来说 为什么CNN大概率是错的 因为我们从比特币的历史来看的话 如果纯粹看历史 当然历史不一定决定未来 只是我们可以看 人群的一个倾向 我们这里进入一个多年的一个 一个consolidation 一个熊市的一个重新积累的期 在这边 大牛市结束 一年的大牛市结束以后 就进入一个多年的 我们看到这里到这里 这里是1000天 所以接近三年的一个熊市 然后突破了 我们虽然突破非常暴利 只是我们才冲出来 没多久 我们突破all time high到现在才多久 all time high是 看一下 在这里第一次突破 所以这里到今天 这里 才44天 所以感觉我们好像 我们已经上天好久了 对不对 感觉好像一年了 我们已经冲到三四万 感觉这个级别几年了 市场就会这样 而且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情况怎么样 只有我都在家里 所以我一天感觉像一个礼拜 所以才一个月而已 这个市场还非常的火热 然后你 如果你就纯粹第一个 用逻辑去想的话 我们重新积累了 大概三年的一个期间 这些大庄在吸收 或者一些trader在吸收 我们就涨个一个月 我们这个牛市就结束了 我觉得大概率不会 然后再来看一下 CN为什么错的 为什么大概率是错误的 因为你看我们这是牛市 这个顶 跟这个顶 中间 很多年嘛 然后我们突破了这个顶以后 牛市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回拉 我们这才回拉的多少 我们这个其实还算毛毛雨 回拉30%也算蛮多的 就是这个最低点到这边 戳到这一根 EMA SMA 只是 30% 其实还是可以跌更多的 我们来看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上一次牛市 为什么拉这个图再给大家看一次 因为我发现很多新手就不太知道 因为我开了一个群今天 然后 我看群里面有人说 比特币之前从1000跌到一分钱 我说这个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因为 比特币价钱历史我们这里都有记录 我们到了1000以后没有回到一分 没有回到一分 我们回到了 有回到100 没有回到一分 一分也太可怕了 所以 希望大家不要 就是现在有各式各样的 都自称大神 什么的 不要去听太多这种 因为有的 就是因为比特币市场火热 他们想要趁机赚一笔钱 然后他们就会去 他们也不太懂 没有研究市场那么透 然后去分享一堆 不一定是正确的信息 或者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一些不正确信息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数据 所以 比特币前一次牛市 前一次熊市是从13年的11月开始 然后这里重新reaccumulate了 也是1000天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更长 这1190天 然后 我们 终于突破了这个历史新高的时候 这边只有突破了14% 然后就有一个34%的回拉 有没有 回拉了以后呢 我们这里震荡一下 震荡了几天 然后又继续开始 又涨了 236% 236以后 我们又回拉了 40% 然后从底 40% 又涨 173% 173% 又回拉了40% 然后这整个过程都是牛市了 然后又涨 40%又涨 我不知道你要算这里还是这里 这97% 100% 然后到这里的话是167% 167% 然后这里又回拉30% 30%以后我们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想表达就是涨100% 100以后又回拉20% 20%以后又涨85% 反正就以此类推 然后最后这里才进入一个熊市 然后最后这里才进入一个熊市 跌40% 然后就这次就是真正的真正的市场逆转 当然我们这边也有可能是市场逆转 这是大概率不是 我个人认为大概率不是 然后我认为还有可能再跌的一个因素是 1月15日有一个 我忘记是什么 我在我忘记 我忘记是哪里看到的 只是好像是关于USDT会有一个 有一些消息出来 他们在打跟那个SEC起诉了 打官司 15号有一些事情要消 有一些消息会出来 好像整个1月都有很多消息会出来 关于这些官司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结果 所以我觉得那个会行 会让价钱有一些 有一些震荡 然后我把这个震荡看完一个机会 如果一入场的我不会想要去卖 比如说这边卖这边卖 这边卖这边卖 因为很难预测的 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我不4万2卖一下 那我就2万8重新买进来 然后就涨到3万要再卖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就是低价买好就放着 等它走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以往牛市是冲上去的嘛 所以我刚才说这么多 其实就是证明CNN大概率是错的 然后就是你知道媒体嘛 媒体就是想要就想要 就想要眼球嘛 他们想要大家看 然后他们就说着 哦我们进入个熊市 然后大家就会 就是知道不是熊市的人 也会去宣传他这个 像我也会宣传他这个文章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说 他们说的是错的 然后真正认为要进熊市 也会宣传他们的文章 因为他们觉得哦CNN都出来说了 你看我说的是对的 然后所以就会 他们就可以吸引到很多眼球 所以主流媒体 不用参考太多 所以我刚才说 我个人在看的一些价位 是大概两万五嘛 我们说我们还需要回来 可能还需要回来测试这个pivot 然后甚至可能还会跌到两万左右 所以两万五我可能会 我自己个人的测试 我这边会开多单 第一杠杆的 我不会开高杠杆 因为现在这市场抖动很大 如果你开五倍以上的话 你如果除非是接到底 或者如果做空接到顶的话 他中间这边随便一chop 你就被爆仓了 你看随便这里 比如说你这里接一个空单 或什么的 然后这里一反弹 5的话 5倍的话还不会爆仓 只是6倍7倍就爆仓了 所以我可能就接个什么3倍 2倍 就也不要贪心 然后控制好风险 然后新手的话 他建议完全不要碰杠杆 就买现货就好 然后去慢慢学习比特币是什么东西 然后新手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策略 就是定期定投 如果你可以自己去调整策略 叠多一点就买多一点 或者是每个礼拜你就固定 或者每天固定买多少多少 然后顺便也可以去考虑 看我这个视频说 就比特币瀑布时 如何不轻易卖掉的一个策略分享 然后这是我会解释 为什么比特币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投资而已 它也是一个类似一个慈善 然后也是爱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 很多地方是真的需要这个比特币的 可以去看那个视频 如果你们没看过的话 然后看了那个视频以后 比如说你们如果在4万买的 然后看到价钱在跌 当然如果你是全部的家产 然后全部的那个 你就房子都抵押出去 然后跟全世界贷款去买 当然需要担心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焦虑 所以就不要把自己放到这种情况 就看我那个风险控制的视频 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有一个策略 入场的策略 不要说看价钱账就疯狂的追 然后就失控的追 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犯错的概率更大 然后当然我也是 我个人是我基本上是我的 我接近我整个身价 可能90% 或者85%以上的身价 都在比特币里面 然后也是 我当然我跌的话 我懂跌的那个机制 我不会去 我不会考虑去买 跌的时候买 然后我也不会太担心 只是涨的时候 因为我整个身价在抖动 在爆发嘛 然后他就会看一下那个数字 他每天就跟你说 你现在身价多少多少 其实还蛮分心的 所以我尽量也不看这些价钱 然后再分享一下我另外一个计划 就是 这个比特币历史来说的话 如果比特币真的有什么黑天鹅事件 或者他们说有什么新闻出来 关于那USDT的 然后造成价钱跌 到25000 或者到20000 其实是非常健康的 对于一个市场来说 因为一个市场如果直线上升的话 反而 比较短期的一个涨幅 就可能就这里就是顶了 如果就直线冲上来 然后就暴跌下去 然后就会回去找一个新的floor 只是如果我们市场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想 就是一个抛物线 我看有没有抛物线 这里 从这里开始算吧 所以抛物线 你看 如果我们抛物线是涨 这样子的话 可以走得比较远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可以在这边震荡震荡 再涨 再震荡震荡 碰到这里 然后可能可以再涨 再震荡 然后这个抛物线其实 这个东西 这个弧 越大的话 这个抛物线可以走得越远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 哪怕又下来这边 撑荡 然后慢慢走 慢慢走 慢慢走 然后这样子的话 这个支撑 抛物线的支撑会更远 只是如果我们直线上 向上的话 这抛物线就很容易跌破 如果我们就这样上去的话 这一跌破 就掉下来了 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结构 所以 这边如果在这边横盘一阵子 或者跌下去 找到一个底 然后开始横盘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收益 如果你们是买现货的话 应该是山寨币 然后我自己在盯着的一个山寨币 是这个GRT 我发朋友圈 有跟大家说我准备入场 我跟大家说在等 我在等 所以我这边还在等 虽然很想买了 只好还在等 然后我 我目前挂了一个单是在点11 我不知道到不到的了 大概在这里 还有一段距离 还要跌 我比较贪心 还要跌57% 只是我会看 我会看 我主要是看比特币 我不会看这个 因为这个没有交易的历史 所以你不知道它的价钱怎么样 只知道 大家 那个叫什么 seed round的那个price价钱 私募的价钱是多少 目前私募到现在还是翻了大概9倍 好像私募是三毛钱 所以现在还是翻了9倍 所以我是希望它可以再下来一点 我再去买 然后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比特币一旦找到一个新的底 开始横盘的时候 真正的山寨币季节才来 我们之前山寨币看到有轮流有几个爆发 70% 80%的 然后很多人问我买什么山寨币 我不希望就变成说什么 推荐哪一个山寨币的一个频道 所以大家自己要去研究 只是整个市场来说的话 比特币找到一个底 新的一个底 然后找到一个支撑的时候 山寨币会爆发 这是根据价钱的历史来说的 但以往发生事情 这次不一定会发生 只是人群的倾向 不会说 过了五年 然后整个群体倾向都改 要改所有人的想法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所以大概率上一次牛市发生了 这一次牛市还是会发生 一样的 只不过参与这个市场的人 越来越多 资金也越来越多 因为货币的通胀 所以比特币价钱只会往上 我认为是 长期只会往上 就是这样子去思考的 因为比特币是固定量的 只是法币是无限量的 所以其实最简单 就是这样思考 比特币就2100万个 那法币是无限量的 没有任何东西支撑的 就是政府说 有多少法币 就有多少法币 然后今天视频也比较短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内容的话 请帮我点赞 评论 还有订阅 这是一个免费 可以支持我的频道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下面的视频 详情的连接里面 有我所有用的工具 平台 钱包等等的 都在里面 就供大家参考一下 然后下一个我想要 说一下我这个频道 我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把这个频道 因为现在我们有2000个人了 然后我发现 第一个共同点就是 都是讲中文的 因为我讲中文的频道 只是我们频道里面 有世界各地的人 各式各样年纪的人 有新手 有老手 有专家 然后我其实是想要开一个群的 只是我一直没有开群 因为我之前开过群 就是扑克的嘛 只是后来 这个群就变成是 全部人都是自己 开一个什么代理 或者推荐年纪 然后每个人都发自己的广告 就变很乱 就整个是广告的群 所以第一个 我不希望我的群有广告 然后我也不希望这个群 就变成纯粹 就每个人就 整天都在关心 这个价钱多少 多少 因为我这个频道 我想要达到的目 目的是帮助一些新手 更去了解比特币 然后 当然是我分享一些风险 控制的策略 和一些策略 让大家新手进来 不要 因为这个市场跟股市 什么都不一样 这里面的波动非常大 因为是完全自由的 而且 24小时交易 不停的 周末也不休的 假日也不停的市场 所以 这里面的市场 有一些操控 大庄可以去移动这个价钱 所以波动会非常大 会想要把散户 新手甩下车 所以我这个视频的 我就没有很专注在价钱的一些波动 但偶尔我会讲 分享一下我策略 所以我不希望这个群里面 就是每个人都在 发一个图 这个图 那个图 然后说这个视频 谁在讲价钱 那个视频谁在讲价钱 因为我觉得赚注太多在价钱的话 其实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焦虑的 会有很高的焦虑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投资 然后听那个投资 这个投资 他就没办法做决定 就新手没办法做决定 所以我希望群里面不要讨论价钱 那么你们可能问说 哎 群里面不讲价钱 然后也不讲什么 这个不讲 那个不讲 那我们要讲什么 然后我觉得群里面就是交流吧 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享 我是希望就是有一个群 然后大家第一个 你可以分享生活啊 你的宠物啊 你出去哪里玩啊 日常生活这些都可以 只是我们的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讲中文的 然后我们都是比特币持有者 爱好者 投资者 或者是对这个市场有兴趣的 我希望是一个这种很正向的一个community 一个社区 社群吧 然后这样子 比如说像我前几天有一个在瑞典的一位 他问我说瑞典他要怎么兑现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 其实我的知识在这边就有局限性 我知道有一些瑞典的一些平台 应该是可以兑现的 只是我不知道他们那边 就是瑞典他们主要是用什么的 什么平台吗 只是如果我们的这个群里面 有其他人在瑞典 或者有朋友在瑞典 有听说过怎么样 可以去对线的一些平台或什么的 可以就有一个交流这样子 当然我想要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牛市很多新手入场 很多现在有很多骗子的平台 比如说你在哪一个群看到 叫你去说这个平台可以交易 如果他打个广告就算了 他赚你佣金就算了 只是现在因为很多新手 所以有非常多的平台是 你钱一转进去他就卷钱跑路了 如果你不懂网路的话 不知道谁都可以开一个网站 谁都可以发一个APP的话 那么你要非常小心 如果你这不知道的话 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很多骗子就会做一个假的平台 有一些交易的按钮 有一些价钱 这成本非常低的 然后就说你把钱存进来这边 我们这边交易免费的或什么的 反正各式各样的方法吸引你进来 你钱一转进去你就回不了了 回不来了 因为这是区块链 区块链就是没办法逆转 没有一个中央的银行 没有一个政府 没有一个警察可以帮你 你钱一出去 他通过他知道的轨道一洗 一洗就洗白套现出来了 他们也基本上也抓不到 然后你就受骗了 所以大家非常小心 不要看到什么评论 冒充我的我刚才说的 再次提醒大家小心一点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 拉你去做这个交易 叫拉你去这个平台 那个平台的 或者你提出来说你不懂 私底下去加你的这种 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这个频道主要就 和这个社区主要是想要避免这些 然后就大家可以 也可以分享一些骗局 自己经历过的 这样大家可以学的比较快 我就不用每个视频都讲这种东西 然后就像包括我在群里面 也看到有人 我不想要说讨论太多价钱 因为有一个也不太懂的 可能是新入场的 他也不是故意的 就他就说 哦那个比特币 我看到从1000块 另外一个群 什么什么群 谁说那从比特币 从1000块跌到一分钱 只是我们这里可以看 这历史都在这边 都全部的交易历史在这边 到1000块 他从来没有回到一分钱 所以我就说 不想要讨论太多价钱 在这个群 群里面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1000块 最低点也就100块 那到一分钱 一分钱 一分钱是跟那个 一分钱10块钱 跌到一分钱 应该都没有吧 我们看一下 开始有交易历史 第一个小牛市是吧 低点都2块钱 从即使有交易 从bitstamp开始有交易历史以后 从来都没有到一分钱 最低就两块钱 对我们这里看到 最低两块钱 两块钱没有跌破过 一分钱是什么 是那个Satoshi刚发布 然后大家在挖矿 然后互相交易的 那个级别的 就2009年的时候 才有一分钱 从2011年开始 有交易记录以后 从来没有一分钱的价钱 所以这叫做FUD Fear Uncertainty and Doubt 然后很多新手 如果比如说在群里面 然后我们在讨论价钱的话 不是说讨论价钱不好 只是很多人就会 自己不懂 然后就看到哪个群 说了什么 然后就发这个 1000块到一分钱 那如果你是新手 你不是吓死了 1000块到一分钱 这个跌幅 这个基本上是跌到零 只是没有这个东西 对啊 1000块跌到零块钱 是跌的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点 九九九九 所以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跌到一无所有 没有这个事情存在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新手的话 我们看到比特币的 每次即使是牛市的顶 到底对不对 然后重新积累一下 那又一个新的顶 然后一个新的底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底永远 之前的底永远都是 新的底永远都会比 一旧的底高 所以当然如果你可以在底的时候买入是最好 这是我做的事情 我在底的时候 All in 底 然后这里 新的底 然后这里有一个新的底 然后我们现在就 这里又有一个新的底 有没有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冲 冲一个高 只是我们最终还是会有一个新的底 可能在 我不知道在几万块 这很难预测 只是会冲上去以后 然后会形成一个新的底 所以如果你在这里买入的话 基本上 大概率风险是零 我可以 我只能这么说 只是 就是如果按照历史的话 就可能 这里有一个新的底 一个新的底 当然高的话会很疯狂 因为比特币设计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不想要群里面讲太多价钱的 讨论价钱 然后比较希望是大家 就是比特币爱好者互相的交流 有学习比特币这个东西 一些基础和理论 理论的一些东西 然后目前开群的话 有人说为什么不开微信 微信的话 就是你们也懂的政策啊 什么的随时在变 所以还有什么群组 有责任的什么问题 所以我不希望在微信 是这个原因 我不是故意让大家麻烦 所以要用什么其他的软件 只是目前我觉得可以用的软件 是一个叫Telegram的软件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们可以 我不知道他官网是什么 Telegram 这个飞机 去Telegram.org 如果在内地的朋友 被防火墙 墙起来了 上不了的话 你们可以挂个VPN 然后去下载 下载注册个账号 然后我会开个群 让大家进来 只是这个群的规定 我需要先定好 然后大家 因为我之前运营群 其实没有运营的特别好 我最后 我之前打牌也是 有2000个人的群 然后有好几个微信 500个人的群 就满人的群嘛 然后最后我都把群关了 或者把人全部踢掉 把它删了 因为最后 就变成全部都是广告 然后全部都是骗子广告 互相拉来拉去 搞来搞去 然后我就 那群的意义都没了 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这次我就很清楚 我想要什么 我开了一个群 一开始里面讲了很多价钱 然后像我刚才说 1000到1分什么的 各式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出来 所以我在想 这个具体要什么规则 如果大家有运营群的经验 或者想法的话 欢迎请在评论里面跟我分享 我要怎么样去做 我才能把这个群管理好 因为我没办法 每一条信息都去回复大家 或者每天盯着这个群 然后把片子 或者广告 全部一个一个删 然后去处理这个 然后我听说 Telegram是有机器人的 如果有懂这方面的 请跟我分析 可以私聊我 教我分享一下 然后我看怎么样 把这个社区建立起来 这样我们就等于是 我们开了一个比特币的一个网络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说中文的人 在世界各地 都可以在那个Telegram 保持一个联系 然后有一个交流 一个分享 因为我知道做投资这个东西 其实蛮孤独的 或者是相信一个东西 只是你身边的人都不懂 其实蛮孤独的 包括我自己 我决定不打牌的时候也是 那时候我天天 比特币9000的时候 我天天在发比特币的东西 叫大家买买买买 都不买都不听 然后反正就很孤独 就我自己一个 好像我自己是疯子一样 只是我叫大家买 然后大家不听 然后现在涨到4万了 大家就说 现在还可不可以买 然后现在才大家转过来说 那时候好像 我并没有那么疯 只是那个孤独的感觉 我懂 所以我希望有一个群 就大家有一个support group 把互相可以支持的 一个交流 然后群里面 我也禁止了一个 就是互相加好友的 一个这个功能 因为我虽然我知道 你们互相加好友 可以可能可以有 私底下的一些交流 只是我还是担心 因为我看到很多新手 我怕私底下加的 冒充我的 各式各样的骗子 然后新手会受骗 我知道不是我的责任 去保护所有的人 只是我觉得 我开了这个群的话 我是有义务的 我有这个责任 所以大家如果对群运营 有经验或者有想法的话 请跟我分享 好 然后今天视频 就大概到这里 那个我昨天朋友圈有发 我帮我帮我太太组装一台电脑 如果大家好奇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组装的 然后今天那个 我们就插一个设备 一个配件 那个RAM 记忆体 今天到了 所以我帮她组装 安装电脑 把这个设置起来 然后她接下来就帮我剪辑视频 然后上传视频 会比较快 因为比较强的一台电脑 好 谢谢大家 今天视频比较短 然后跟平常也比较不一样 希望大家还是喜欢 然后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